那位是 这是我捡的 不是 这是大叔 大叔啊 你先坐 里边坐里边坐 到家了别客气啊 吃水果 怎么个事 这位大叔 我是从银行碰上的 你看见他手里拿着那个玩意儿没有 假的 连十块钱都不值 他非要给人家打款 打五万块钱 哎呦我的妈 好家伙 我在银行里 保安也拦他 是工作人员也拦他 说啥也拦不住 非要给人家汇款呢 这咋办 你说我碰上这事 我能不管吗 对得管 这好邻居们我管不管 对 我是正义的化身呐 我不能让这个大叔吃亏上当啊 可不 所以说我就这么说 我说大叔 这么对吧 我六万块钱 我买你手里这个玩意儿 他还是不同意 反正他给我讲了他的身世 他说他单身 想找个老伴 啊我说我给你找个老伴 啊 这不是 这不是 所以说妈 哎你给他当老伴呗 你这海子啊 你你疯了吧你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在剧团当过演员吗 我当演员那都是演戏呀 咱今天就得给他演一出戏 咱不是为了救他吗 求你了吗 啊 行行行 你算把我豁出去了 你去 小伙子 哎 介绍对老伴呢 你老伴 啊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好 好吧 行了 老伴你也见着了是吧 挺满意的吧 挺满意 来吧 这玩意儿我六万块钱我买啊 但是六万块钱我可不能交给你 你得给你儿子叫来 我交给你我不放心呢 快打电话把你儿子 你先不跟我儿子打电话 我先给 我妹子聊聊啊 你咱啥也聊啊 哎 大妹子 你也是单身啊 那 那你老伴啥时候走的啊 走 啊 那个刚走 干 刚走 这有点太急了吧 不是不是他他说 这那个虽然我爸刚走 这不是我妈急 是我这当儿子的急